公主 是刘昌 走开 公主 是易阳王 你们两个都上来吧 快点 走 走 你怎么出宫的 我 我 我换了宫人的服饰 然后跟随一队运送棺木的患者 出了宫 后来 遇到了萧朗君 才勉强避过了搜捕 这么巧 一出宫就碰上你了 我受家主所托 要带易阳王离开建康 易阳王封地徐州 在建康并无事 难道是恶主四季营救 那萧道成怎么又会牵扯其中 莫非天津哥 早就有萧家有所勾结 初遇 你放了我吗 帮帮你这可怜的叔父吧 要是被刘子爷抓到了 我这条命可就没了 初遇 初遇 你放过我 放过我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放过我 行了 容止 擦干血迹后 劳干刘兄暂待车夫之日 好 好 谢谢 你改变了他的容颜 你改变了他的容颜 今夜冒雨前行 东西备有不足 二位见笑了 停 走 你不必担心 我会送他出城的 多谢公主 我不是帮你 我只是不想看到皇上胡乱杀人而已 公主 前面有队兵 停 是沈庆珍 果然是沈庆珍 沈大尉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拦住我的去路 公主在戒严的深夜外出 到底有何贵事 大胆沈庆珍 公主的行踪 怎容你来聚会 你是要冒犯公主吗 是 土地只有落在贫苦人的手里 百姓不挨饿 孩子才不会被卖掉 难道你真的希望看到 孩子的迅猛 已经被刮在那个市集上吗 那天道有没有告诉过你 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好皇帝 什么时候百姓才不会挨饿 不会打仗 好好地收莫下去 天荣卿 我求你 放下你的冷眼旁观和居高临下 帮帮我吧 沈太温 宫主府讨了两个不听话的家伙 胡承着急追他们呢 你要查就查 不查放我们走 宫主此局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是我的私事 叔父 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你们推开 走 别拒你了 公主 下不为例 多谢这位郎君出手将就 皇叔 此次离开建康 是要回徐州吗 徐州去不得 皇上找人去那儿 搜我的罪证 哪怕什么也没找到 我 我怕也活不成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请皇叔隐姓埋名 走得越远越好 公主 我此次帮你 并不代表我背叛皇上 我只是不希望他杀戮过重 但如果你说回到徐州 必定重找军队 杀回建康复仇的话 我一定会在这儿杀掉你 永绝后患 但是你选择离开了 那就永远别回来了吧 公主今日恩情 他日若有机会 定会报偿 楚岳 这句话也许不大中听 但是我还是想奉劝你 留在一个暴君身边 迟早会有杀身之祸呀 多谢皇叔 一路保重 岳杰飞 我知道你是暗卫 有监督职责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不准跟任何人说 就当是我帮你找 天如镜的条件 是 公主 公主 这已是东山脚下 刚刚村民说 确实有个天师装扮的 少年上了山 我们要上山了 你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跟公主一同上山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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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师弟的意料 走 山山你看看 可敬 不想一切 可敬 我 好 来 出去 吧 来 那 你 喝点热汤 暖点身子 郎君 公主 喝了吧 郎君 天使不必计较 如果谁再为难 不答应就是了 我不是说了吗 是请求 不是胁迫 来 风雨淒淒 鸡鸣接接 既见君子 云湖不移 风 风雨萧萧 鸡鸣交交 既见君子 云湖不抽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湖不喜 风雨如晦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湖不喜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天子无道 身逢乱世 谁又能如此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哪 天如晶 我真的想试试 哪怕头破血流 我也要试一试 看一轮红日 好 我帮你 好 好 我帮你 这肉汤热腾腾的 真的不喝吗 天气这么冷 再来一碗吧 多谢 好 老郡 老郡你终于回来了 公主呢 公主一大早 就去给皇上送奏章去了 老郡糊涂 怎能提醒公主如何理正呢 这不是和我们的初衷 背道而驰吗 吩咐下去 给公主准备早膳 不出半个时辰 她就会回来 好 去吧 请陛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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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请陛下 你 招下 你 谁 哪儿 看人呢 她不是 我眼睛瞎了 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认识了 和妹啊 你仔细看清楚 棺材里躺的 真的不是新菜公主吗 当然不是 陛下仁慈 请赐臣妻回家 请赐新菜公主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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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我最后数一遍 你不能因为一时喜怒 随意杀死朝中大臣 陛下 这次太无礼了 杀了他 太无礼了 杀了他呀 和家也是百年妄族 竟出此丑事 一日不给我个交代 我便一日不走 给我个交代 他 看cup 他把极文塑造成一套 就要帮你 他把极文塑造成一套 你不成竟地 就是一套 和我还不成竟地 在此地 你没有要的 你把极文塑造成一套 套损肯定 宫人指责大宋君主 所以该当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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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别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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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别踢了 别踢了 住手 别冲着 该死了 刘子叶 发生什么事了 回禀公主 奉皇这口谕 让两位王爷滚猪楼 这两位是 这是皇上的亲叔叔了 这不是当皇上叔叔 当猴子吗 听说那一阳王皇子 皇上找不见他 拿着两位出妻 可这好歹也是王子 也求他有什么用 太不像话了 他跟刘子叶是一伙的 他能帮你 救 救救我 别求了 刘子叶 你这个千刀万刀的小人 公主 救我 别求你 公主 咱们回府吗 不 我要去找你个小混蛋 这一来一回 到底折腾什么呀 陛下 你不能这样 此事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陛下 陛下 要是杀了二王 还会有谁为你效力呀 是啊 陛下 再亲不过血缘 你们可是至亲啊陛下 法师 阿子 阿子 你怎么来了 法师 你这是在做什么 好了 皇叔的事情我会再考虑的 现在我要跟阿子聊天 你们先出去 陛下 陛下 你年岁也不小了 应该懂一些道理 二位王爷可是你的亲叔叔啊 他们并无过错 却要遭受如此的羞辱 陛下 你要在青石流向怎样的污名啊 是啊 是啊陛下 是啊陛下 全部给我滚下 陛下 陛下 滚哪 是 是 陛下 臣也告退 对 法师 你让皇叔当众游击 到底是为什么 阿子 谁让流场要跑呢 我知道他们俩没错 可我总得找两个人出气吧 阿子 你不是来劝我的吧 再见 你 我 不是 你 是 你说 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